当你失去一切 你以为平凡是生命 当你曾经拥有绝世武功 你知道力量是武器 而当你亲手结束挚爱的生命 你明白再也没有救赎 天龙八步三滴 西雅图双倍乳香拿铁 极细研磨的咖啡灵魂 注入优质脱脂奶粉的内涵 不在咖啡馆也能品味经典在线 全系列商品买一送一 旨在7-11 Very Cute 4月1日 台北版几百货盛大开幕 现代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民国二年3月20号 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三号人物的宋教人 从上海动身准备前往北京 他以国民党代理党魁的身份 在选举之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隔魁 不料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当宋教人走到车站入口的检票处 刚伸手去拿收票员捡过的车票 现场突然出现了一声枪响 接着宋教人就用手摸着他的腰 大叫说我中枪了 有刺客 说实迟那时快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军装矮个子的人 从人群当中不顾一切的逃窜 而这一百多年来 对于宋教人为何被刺杀各有说法 那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积极推动宋教人主张的责任内阁制 又将会面临到哪些历史的因果呢 接下来由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尧红 要带您重回上海火车站 还原惊天动地的那两天 宋教人基本上在历史课本里面 出现的篇幅很小 那通常我们觉得他是打酱油的角色 可是如果你深入去了解这个人 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重要 他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筹建 他是一个行动理论家 他有野心 而且有理论基础的一个组织家 而且很年轻 三十一岁 少年气盛 当时宋教人就是在一个国家情势 总成的时候准备要上海火车站 当时宋教人呢 刚好就是当时 南方革命党的希望之所以是 他被认为是有可能长时间 跟原始本来合作执政的一个男同胎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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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宋教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的死真的是这个民主发展上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跟损失 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 能够推动他的这个内阁制成功的话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北洋军队 或者是后来的国共的内战 民国二年3月22号宋教人死后 党政要员请人为宋教人的遗体拍了两张照片 一张拍裸身的 一张拍西装礼服 流传这两张的一个照片 一张做证据用 一张是尊重他 让他这个一路可以好走 宋教人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人物 算起来他是第三把手 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濒临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里面 你要让他好走 就是让他穿得正式 那么在这些照片拍摄的前两天 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怎么重担的呢 苦称的这两天又发生什么事呢 民国二年3月20号 宋教人从上海动身要前往北京 这时候全国各省的参众两院议员 已经选出来了 国会议员陆续北上 宋教人以国民党代理党魁的身份 大选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 按照这种形式 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隔魁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 他就是正准备要到北京去见当时在中国 就是其实是最有权力 然后最具影响力 并且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袁世凯 对 那他住在上海火车站 那一天是晚上 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人都来化碟 这时候车站已经有专门为国会议员使用的贵宾接待室 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 10点40分吴仲华来通知请宋教人上车 一行人动身前往月台 吴仲华走在最前面 后面依次是黄兴 宋教人 廖仲凯等 大队人马鱼贯而行 宋先生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请问孙中山先生知道吗 当然 最近他在日本的演说中 也一再提到要组织责任内阁 宋先生容认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这次北上组织内阁 请问有何市政纲领 总而言之无非是两条 拥护南北统一实行政党政治 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富强的道路 不过那天很奇怪 就是上海这样子的一个大火车站 平常应该有很多巡警 可是那一天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巡警 那正要进检票口的时候 突然就窜出了一个瘦小的女生 那她扛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那她就过不了那个检票口月台 她就央求宋教人 跟当时跟她讲话的黄兴 这些人说可不可以帮帮她 那宋教人旁边有保镖嘛 她就示意保镖去帮助她搬行 就在这一刹那 就有三声的枪响 救人 就这样子打到了这个宋教人 宋教人就流血不止 应身而倒 宋任这时候非常镇定地说 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 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 我去找车子 她枪伤她以后呢 这个她就被送到医院去进行急救 那整个伤势是非常重 到了医院宋教人这时候 神志还很清楚 传叙叙地说 我痛得很 恐怕活不下去了 经以三世奉告 我所有的藏书 在我死后就帮我寄 就送给南京的图书馆 那另外她家中老母 因为她家其实没有很有钱 家中老母上站 所以请朋友要带为照顾 最后一个就是她认为 她心心念念的议会 政治还没有到达 真正实行的阶段 也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 那叫同志们 不要再挂念她得而生死 然后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当时黄兴 余又润等人 把宋教人送到 赴宁铁路医院的时候 就要求医院医师 会诊急救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 是啊 你们求你的医生 院方请了格尔本医师 和比林哈斯医生 共同检视 认为伤势很严重 必须开刀才有望救活 为了争取时间 在12点30分 送入手术室开刀 紧急开刀 好像伤势有稍微遏止了 稍微控制住了 但是还是会痛 宋教人虽然流血不多 可是却十分痛苦 在病床上身影辗转 祈苦之情惨不忍睹 那后来取出子丹之后 宋教人伤势并没有 就是复原得非常好 然后他就奄奄一喜 所以他们就又在那边开 会决定说 好 我们要为他 再进行第二次的手术 到了凌晨两点 院方在召集外科医生 共五个人开第二次的刀 把肠子缝补清洗 取出食物以及污血 然后缝合伤口 住院急救期间 宋教人几度昏厥 不过神志还算清楚 气弱油丝不断地说 我为调和南北市费尽心力 造谣者及一般人民不知原委 美多误解 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意何悔 那这个子弹上面是不是有毒药 倒是没有很清楚地在这里提到 那没办法那是签 签白就有毒 所以他们是后来没有办法去医治他 中枪的两天后也就是3月22号清晨 宋教人病情急转直下 突然双手发冷 眼睛网上掉 但此时他还说着 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 一致对外 一直撑到早上4点钟 宋教人已经不能说话 只能以暗淡的眼神环顾四周 标情显得相当依依不舍 黄兴 余又任 陈其美等人 都围绕在病榻旁 宋教人断气是在3月22日清晨4点 隔天3月23号下午3点大炼 当初如果宋教人没死 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今天的局面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大家向宋教人先生 鞠躬 指安 如果宋教人不死的话 中日之间可能没有真正的一战 也就是说台湾可能反而不会回到中国 因为日本可能不会挑衅中国 也不会在中国挑衅人 也就是说如果宋教人不死的话 搞不好台湾就永远属于日本 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比喻 但如果我们分析以后的脉络 有可能 在台湾所谓的总统制 到目前为止是 只要拿一个党派 拿这个赢得这个总统大选以后 它是立... 不管是在行政权 在司法权 在监察权 在考试权 完全这一党派可以掌握 除了在立法权 如果它是没有过半 像陈水扁 潮小 潮小也大 当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制裁 可是立法权虽然是可以制裁 但是很多的行政权 还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贯彻 因此才有陈水扁 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任命这个两万多个官员 甚至最后还因为有第二次金融改革 犯上了这个贪污案 这个都是总统权力太大 立法权无法制衡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教人 推动所谓的责任内阁制 推动政党内阁制 就是要一党来负责 所有国家的政务的推动 这样才符合西方的所谓 这个政党内阁的这样的精神 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人 为什么要杀他 这是一个争论了一百多年的悬案 也是民国初年的第一大案 这桩几乎可以确定是政治谋杀的案件 幕后最大的嫌疑人有两个 一个是袁世凯 另一个说出来你可能会下一条 国父孙中山 宋教人遇刺之后不久 凶手武士英就暴斃在监狱 而其他的相关涉案人也陆续的离奇身亡 坊间流传整起事件是 袁世凯为了灭口而受益的 因此多年来人们都认为 袁世凯是幕后真凶 但是这样的历史刻板印象 恐怕也被颠覆了 首先宋教人是革命党阵营当中 最能够跟袁世凯合作的人 袁世凯需要宋教人 没有理由杀了他 再说袁世凯曾经给宋教人20万大洋 相当于现在上议元的金额 来支持宋教人竞选 袁世凯希望宋教人可以当隔魁 这样袁世凯就可以獲得 国民党的支持 所以没有必要派人暗杀宋教人 那么如果不是袁世凯受益暗杀 又为什么会有人怀疑是国父孙文呢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耀宏的报道 宋教人遇刺案发生后举国震惊 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要求重金悬赏 重赏之下果然有勇服 凶手是谁 已经查明 此人叫五十英 原来是云南军方的一个营长 裁军后流浪到江苏地界 当时宋教人就被杀了以后 这两个学生看到报纸以后 觉得很奇怪 跟这个五十英好像有点雷同 而且知道说他有说要去杀人 可能会有获得一些财物的资源 因此看到报纸就赶快去告密 那当时陈勤勉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就也是向当时租借的巡捕房 去选举这个事情 然后就在旅社去搜查这个五十英 知道了开枪的凶手就是五十英之后 再往上追 又追出了教苏的应贵心 现在有人指控应贵心 应勋他长为宋教人遇刺一案的嫌疑人 这不可能的事 后来又过了一天 有一个古董商人叫王阿发的 他又跑去报案 他说他有线索 王阿发 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到我店里来 让我刺杀宋教人现场 那个人就问他说 如果我给你钱 你愿不愿意去替我刺杀 照片中的这个人 许已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仇 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 从没杀过人 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 那他也是看到报纸之后 他才发现 那天那个人找他要杀的人 就是宋教人 那么这个孙贵心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人 要说起来 这个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 他既是青帮大佬 又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 但谁会想到 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人的主要嫌疑人 英国巡捕房 在湖北路 迎春芳三弄 妓女李贵遇处 将嫌犯抓换 谁啊 印魁城 租借巡捕随后又前往印贵心家庄搜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竟然查出了印贵心 与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密殿频繁往来 并且有毁宋仇勋字样 搜出了一把手枪 并且拿到了他们顶头上司 洪述祖 与北京的赵北军 联络用的密码本 来 你们看 由此可以初步判定 宋教人的遇刺 与印贵心洪述祖 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件物证到手后 众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就知道说 印魁城跟五四英之间 有某种的交通联络的关联 所以就再去巡线去抓到印魁城 那从印魁城的身上 又追到了是跟洪述祖 那洪述祖是谁呢 洪述祖是袁世凯的六姨太的亲戚 你说 你说他当年是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原来背后指使人 还有跟他的经费来源 实际是出自于北京国务院 内务部的一位秘书 叫做洪述祖的 这样子的一个秘书 说到这里 宋教人遇刺案 似乎已经可以宣布破案 凶手是五四英 背后指使的人是印贵心 洪述祖为共犯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洪述祖本身 又是赵炳君的秘书 那这样一关联下来就是 怎么会牵扯到 就是这个国务院的人 涉案人的层级越来越高 连国务院总理赵炳君 也成了众矢之地 在代印贵心那边 超出了大批的原始文件 跟这个印贵心 还有赵炳君 还有洪竹术 之间的来往的信函跟电文 检察长 后方提醒 按照密码发送 并要求回文 同意 这是电文 这个是密码 按这个密码发出去 赵炳君是不是指挥洪述祖 这里其实是两线 为什么 因为洪述祖是透过赵炳君 向大总统汇报 可是最后的状态却是 洪述祖直接去找这个 所以袁世凯大总统 没有在透过赵炳君 所以我认为赵炳君呢 他对这件事情是 有听到风声 但是他不知道要分手 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谁让洪述祖同手 检察长 这就是说 这是一份已经发出过的电稿 接收人的地址是哪里 中华民国国务院 接收人 国务总理赵炳君 赵炳君总理成为本案的嫌疑人 赵炳君 赵炳君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重要部署 那么案情会继续向上发展吗 袁世凯会是真正幕后主谋吗 所以说到底洪述祖是不是有得到 袁世凯的密令 还是赵炳君的电文的指示 还是自己瞎掰 自己为了要表公 说我可以 因为透过六一太太这样的关系 我可以得到袁世凯的指示 这一个就没办法追查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 出现了一个相当戏剧性的转折 相关涉案人一一离奇死亡 看我们看到这个嫌犯吴世凯 后来就被毒死在狱中 为了杀人灭恐 把毒药放入馒头 送进监狱给他吃了之后 毒死 然后相关的人 包括像洪述祖 他就在上海被判处死刑 然后他的死刑是民国第一宗 用绞刑处死的 那因为他们说洪少祖很胖 所以绞刑我们知道就是上吊 所以他因为太胖 他被吊起来之后 他的脖子没有办法支撑他肥胖的身躯 所以他其实是脖子断掉而死的 所以他并不是弃绝身亡 这个应贵心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1914年的一月 应贵心出狱 出狱后 他到北京去向袁世凯 索取这个酬劳 就被人追杀 最后逃到天津的火车上 也被刺杀身亡 等于说 都是离奇的事 那在天津的造品军 也曾经为应贵心 他们在抱怨 不久啊 在家中也突然死亡 老爷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老爷 你怎么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 说它就是我可以依法往上报的 很多人是想要去灭口的 想利用宋教人案搞垮治安 搞垮政府 然后再搞掉我 我 我都能由着他们 这个可以反映得出来说 为什么孙文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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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宋教人过世的时候 他还写了一首晚言 对不对 前年是谁 去年是谁 今年又是杀了谁 然后你说是谁 他说是谁 我说是谁 他就通通把这些联名带姓说出来 那说出来的名字是谁 就是原始坎 宋教人遇刺案 就像是一道神秘的魔咒 令所有人无法逃脱 而这些离奇事件的背后 又存在着 怎样的关联与利益暗流呢 安全 超牢固 科技假法 魔法不污 华达猴旁给你好生活 安全 超牢固 科技假法 魔法不污 极客救援动作大导 醉杀枪手 强势回归 Let the real heart begin 3月20 全面逃杀 VOLVO V60 优雅设计 充沛马力 绝佳友好 最好不止如此 瑞典人潮 自动化科技 顶尖工艺 Drive E動力科技 为你的需求 琢磨每一个细节 VOLVO V60 最好 没有极限 入住最好的运动旅行车 V60 限量低头款 低月付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财经新闻 用柔软的心 呵护最爱的人 春风超细柔抽取式卫生纸 春风20年 给你更多柔软 更多呵护 OSIM美团娃娃 你的腰臀按摩专家 我腰快断了 我想试 好痠喔 力道很够喔 平常按不到的地方 都按到了 一按就有感觉 你看 大腿也能按耶 腰臀腿都到位 真划算 众人推荐 你一定要试 OSIM Turbo引擎同步上市 歡迎回來 誰殺了宋教人 要探究真相 就必須從當時的政治局勢來分析 宋教人在北京 聯合了五個革命團體 組成了國民黨 成為了國民黨的實際領袖 而孫文組織的同盟會被解散 等同於被架空 被迫宣布退出了政壇 另外孫文還有個心狠手辣 謀刺陶成章等同黨同志出名的 陳其美 更加增添了孫文涉案的色彩 而上海是陳其美的大本營 宋教人被刺在上海 破案在上海 審判也在上海 破案出奇的迅速 嫌犯還離奇的一一死亡 種種的跡象 讓許多的史學家堅信 幕後一定有不為人知的隱情 更只指兇手就是國民黨人事所為 請看以下的報導 避上梁山了 進行二次革命 推翻他永遠 孫中山 新兵討伐袁世凱也是一個錯誤 所以中華民國的這個初期的整個政治的紛擾 就是在一錯再錯的情況下所產生的 孫文等人認為是袁世凱衛的復辟 教唆殺害宋教人 又把黑手伸進司法 讓整個案子無法水落石出 因此發動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籠籠炮聲 彷彿就是革命黨人為宋教人復仇的怒吼 卻也無情地粉碎了宋教人的憲政裡面 結束的辛亥革命後短暫的民主共和 將中國帶入另一個獨裁與內戰的輪替之中 南方的這個政權裡面 孫文他根本沒有部隊 沒有金錢 他很難打這個 林世凱已經準備好了 錢 人 武器各方面都已經有了 所以國民黨孫中山這一盤就大敗 1913年9月12月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 失敗 袁世凱以半國隊懸賞通緝革命黨人 這些兵力不夠 錢不夠 勢必就是打敗仗 只好再討論 孫中山就在廣東緊急搭船 就趕快匆匆又回到 就跑到日本神戶 疑似有毒的子彈 結束了宋教人年輕的生命 但是誰殺了宋教人的疑問 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結束 幕後黑手都被放在顯微鏡下 一一檢視 在很長的時間裡 證據確鑿的最大嫌疑人 袁世凱 到最後似乎也不那麼證據確鑿 那為什麼可能不是袁世凱呢 一就是宋教人這個人 他很喜歡 他是個 議會名 所以他想要用議會政治的手段 去得到實權 那袁世凱他當時其實並沒有 惱怒宋教人到極致到 非殺他不可的情況 反而他覺得宋教人是 臨時政府裡面 就是同盟會後來轉為國民黨 他反而覺得這一賣人馬裡面 宋教人是唯一可以跟他好好對談的 因為當時的孫中山認為 跟袁世凱談法律談什麼共和 根本是狗屁不通的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袁世凱他在北京 那一天宋教人本來就要搭火車去北京 所以袁世凱他要下手的話 在北京下手其實是更好的 我也要是想殺頓出 直接殺就是 可是 不然等他來到北京 我隨便按個罪名 也就殺了 但是 殺人知道多的是 我 我這是何必呢 我發個電報叫他來北京 又在他將行未行的時候殺他 我這不是受人以禀嗎 所以時間點上面來講 不應該是在這個時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宋教人本身也不認為是 袁世凱派人殺他的 所以在他的遺言裡面 這個遺言是陳其琳紀錄的 因為他那時候重傷 他遺言裡面呢 他還是希望說 袁世凱能夠開宮故城 能夠廣納借人 去來聽 等於是有一些他的政治上的遺言 那從這裡來看 我相信 宋教人應該不會想到說 可能是袁世凱派人要去殺他的 更驚人的推論是這麼抽絲剝繭的 曾經慷慨激昂 與宋教人有著革命情感的同志孫文 在懷疑者的分析下顯得疑點重重 那宋教人也曾經批評過這個孫文 認為說孫文是很有野心的很跋扈 革命勝利後 宋教人在國民黨內 讓孫文幾乎處於被架空被虛偽的尷尬處境 宋教人又堅持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 實行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 和平競爭等理念 無形中 讓以孫文 陳其美等人為首的激進革命派人士 陷入英雄無用女之地的權力真空狀態 對於這個孫文來說 宋教人反而就是最可怕的黨內競爭者 孫文在宋教人死了之後 黨內就沒有實力判 可以挑戰他在政治體制運作上面 拚到手裡 所以他要來寫什麼建國大綱 建國方面 中華人的建文 都他一人完美 沒有理論家 第二個 給了他反言導言一個最好的踏腳石 就不用再找理論 而且不有正當性跟正義的人 第三個 我們少掉了一個未來在建國方面 理念上的問題 不管在組織上 在具體現實上 還是在理念上 他都很難說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 時鐘有人懷疑是說我們 至少說是樂觀其次 可不可能就是 國民黨這裡 也出現了一個情況是 類似像袁世凱的 袁世凱的那種情況一樣 袁世凱也許不想殺宋教人 可是袁世凱旁的人去揣摩上意 想殺宋教人 那同樣的國民黨這邊 是不是又像孫文 他可能是可以接受這個宋教人的 可是旁邊的人可能看不下去 要為孫文出這一口氣 或者是預備為他出去這樣的一個障礙 難道因此引發了喜歡暗殺 他又有黑道背景的陳其美 凍下毒手呢 兇手啊 硬葵心啊 他有青幫色彩 因為孫中山他曾經擔任 鴻門的刨棍 等於說是大哥級的 所以說這個硬葵心 有這樣的幫派色彩 跟孫中山會有互動 而且還曾經擔任過陳其美 在上海當都督的時候的 諜報科長 還有總統府的素務科長 等於說硬葵心 他是有陳其美跟孫中山 這個屬下的這樣的一個色彩的 那跟孫文旁邊最近的人是誰 就是陳其美 那陳其美當時 在上海的這個勢力是非常龐大的 整個上海其實他就是像皇帝一樣 只要他大概沒有什麼不能做的 主委 本人謹代表江淮孤商界和南洋第九鎮革命軍將士 推舉陳其美先生 為護軍都督 統領上海軍政 成門 紀職先生和各位同志推舉 反對 我反對 我反對 從徐西林到秋節 光復會的同志 衝鋒陷陣 生死度外 王者無數 這個位置 還輪不到你陳其美 陶先生 將光復會同盟會強分彼此 不妥吧 你 這是在搞分裂 嘿 出此大人 你還不顧資格 陶正正 你要做反革命 對抗軍政府嗎 你也配說老子是反革命 我告訴你 今天就是孫文本人站在這兒 也沒有這個道理 但會不會自己同志 殺害自己同志 這樣的一個事情出現呢 不知道 你也不能說沒有 陶正正過去難道不就是同志嗎 對不對 對 那同樣都是為這個革命而努力的統治 後來陳其美還是叫蔣介石去按插考成章 那陳其美 孫中山他們都有暗殺這個敵人 你政治這一個 這個有暗殺政治對手的這樣的一個嫌疑 所以說就有人說 搞不好孫中山 陳其美 覺得這個宋教人匆忙碧露 已經把整個國民黨的資源都攬殺了 未來可能成為這個國民黨最有權勢的人 那以孫中山還有陳其美之流 他們可能生怕他們的權勢 以後可能就被宋教人所掩蓋過 或者全力被他所掌握 反而成為二流三流的 因此是不是心中俠悅 或者心中有忌 才會找一個殺的一個宋教人 這個都是有人在這樣的話語中 現在看起來 宋教人似乎里外不是人 他的死跟國民黨 以子彈發難的傳統有關 也跟原前海政府的專制本身有關 那麼宋教人的主張到底有多超前 最終惹來殺身之禍呢 孫先生辭職之前 以促使中華民國民視約法通過 他就打好了基礎 換個總統決定不了民國的命運 政黨政治才是根本 我們讓出的不過是一個虛偽而已 只要我們的政黨在大選中獲勝 政黨內閣得以組建 聽出來向我談少見 先生們 怎麼辦啊 總統不過是個擺設是個象征 阿貓阿狗 誰幹也無所謂 因此我們要回黨造黨 將原先那個鬆散的 以反清革命為宗旨的同盟會 改組成為真正的民國第一大政黨 國民黨 宋教人的內閣制思想 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憲政理念 是想制衡總統避免權力過度集中 而宋教人成立新的國民黨 就是為了在之後的國會選舉中 實現真正的政黨內閣 有人說 宋教人在國民黨最風雨飄搖的時候 選擇當一個孤獨的理想主義者 也驚人的類似一百多年後的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如果朱立倫要在歷史上的讓頭 成為這一個所謂推動責任內閣制 我覺得並不是要大幅的修憲 而是小幅的修憲 只要把這一個所謂的內閣的這個 行政院長的同意權 以及這個國會議員兼部長的 這樣子的一個憲法修正案 把它修正好 其他的就不用動太大的 把它完全定為內閣制 我覺得這個是朱立倫可以嘗試做的 因此朱立倫要在歷史上的讓頭 成就宋教人未盡之功 但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計算 台灣的這個政治 中華民國的這個政治才能嘗試修憲 而且朱立倫也不會有所謂的 宋教人第二的這樣的一個遺憾 他為了是整個中華民國歷史上的一個定論 為了歷史上的一個長治久安 而不會產生宋教人被刺殺的 這個鋒芒閉露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罪過 一百多年前 宋教人的堅持卻讓他成為悲劇英雄 一百多年後 我們重讀宋教人 不只聚焦遇刺案的真相 也希望能找到兩黨政治 與責任內閣制給台灣的啟示 文章 完整搭載先進安全配備 為您打造全方位安全堡壘 頂級安全旗艦 Camry Hybrid全新改款登場 搭載全新D4S缸內直飛汽油引擎 Camry 2.0汽油版同步進化登場 搭配遠傳全新4G Apple N3只要4990 點亮星光 激發無數可能 啟發無限靈感 凝聚你我力量 深耕亞洲的星展銀行 點亮星光 綻放精彩 您會點亮什麼光芒 星展人民幣定存3.5% 上網搜尋3.5% 搭配遠傳全新4G Apple N3只要4990 您現在收看的是 東森財經新聞 本月入處CRV 吉祥高額零利率 再享五年全車延長保固 全車系零利率優惠同步實施中 你們這群流氓想通過虎勞關 除非見他過我的Buddy 好啊 最完要三國大根 趕快開打 來請見他過第一日Buddy吧 接招吧 這個 一下子是 ㄋㄞ 至少 一聲無限可動 司機等一下等一下 當你有一分陷 那麼一個街角是裝不下的 他會滿意出來 传染给人们 相信自己 你肯定值得肯定 先靠插油消费车 欢迎你来自家 控八公共 控三八 三三八 欢迎回来 接下来要继续为您讲述 民活初年一起惊天动地的起案 发生在民活12年5月的 山东凌晨县 发生了一起火车旅客 遭到绑架的案件 而这也是继义和团事件之后 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案发当天 竟然有上达1000多名的绑匪 大搞鬼 破坏了铁路 让一列由江苏 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出轨了 除了掠夺财务之外 他们还挟持了多名中外旅客 随即将肉票掳往了山区 最不可思议的是 绑匪们竟然还要求政府 将他们改编成为正规军 俨然就是水浒传的翻版 到底这一起匪夷所思的火车绑架案 最后怎么会以鸿门宴的情节收场呢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腰红的报道 民国12年5月6日 这列火车在距离临城站 约3公里的地方时 司机在能见度偏地的情况下 发现前面黑影床床 气敌的尖笑声赶不走他们 于是来个紧急刹车 由于行驶的速度过快 车子一时停不下了 接着就是一阵枪声 随着枪声就出现 千多名土匪崩溜 一直跳到车上绑架出客 这条铁路线 是当时最多最多有钱人 有权有势的外国人 所搭乘的地方 而且火车也都是从美国特别定制 最高级的火车 飘起来都贵了不得了 但这刚好是个肥羊 不过这是不是一个单纯的 土匪三贼 掳人勒鼠绑票要钱 不是 这起火车被劫持的消息一公布 北京政府很吓坏 它在头等舱跟二等舱的里面 有很多不少重要的乘客 包含有什么美国红职市会的 这个护士的总代表 还有法国的公使馆的参战 还有美国总统的顾问 还有这个所谓的 当时的洛克菲勒的妻子的妹妹 这个劫持事件在国内外 引起的轩然大破 部分国家政府妄图借机出兵中国 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北京军政府 又造成了一次致命打击 孙美娃这个废号 在山里跟我们打仗 做你好 你看看 你回来了 他们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为了钱 他们其实是希望引起注意 然后希望能够有政府 把他们手边成为军人 而不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沦落为土匪 但愿甲午司令 最终不要变成封建官僚 笑话 我孙美娃始终于封建官场为敌 我怎么可能变成封建官僚呢 封建官场 你灭我家门 孙司令 南方你不投 北方又为敌 难道你要在报夺库待一辈子吗 日本想方设法 想要混进一个人来一起被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山东发生这件大案子 是日本人的非常有利的时机 为什么 因为可以借此宣传 中国方面的政府 无力管制山东 没有办法维持治安 所以要各国共管 甚至日本建 5月9日 五国公使 现北京政府于三天内 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 否则每隔24小时 虚加赔款 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 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 集中全力讨论 营救外侨的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 都被押往北朝 暴毒雾筛度 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们只有和敌人拼了 刚才我和老当家商量好了 一会儿 我们就把 张道早送来的这桶水 给大家分了 吃饱喝足 林业感谢山 分城三路 和敌人 拼个你自我活 对 天子 这一个够门 这两个赚一个 太好了 由于各国的外交使节团 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 以免危急外扶生命 所以5月20日起 从北京 济南 徐州 各处赶到早庄 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 有山东都军 省长 交通总长 代表曹昆的特使 真是灌溉云期 把小地方的老百姓 都吓呆了 到最后的时候 是有一个徐海的镇守 叫做陈调员 在曹昆的指派之下 请他来帮忙 因为这个人性格爽朗 将山东建国自治军 受编为山东新边第一旅 下下两个团编制两千人 受武师劫之 所以孙美瑶就协同 陈调员下山 去签订了和平条约 而且还散三 陈调员还陪同他们散三 去点验这些部队 跟这些枪支的这些设备 最后点出来之后 全部的人数 这些绑匪有三千人 枪有一千两百支 那最后 无论男女老幼 都一律给免死证 进攻 他明报中共 获得孙美瑶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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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37天的对峙谈判 在谎言真相 假设 推理等等一片乱举之中 谁成为最后的赢家 整个案子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一番是谁 就是这个宠调员 他后来就引引成为当地的一个民生确行 后来他受四省军阀委员 就在当地行为的强大事 而这个孙美瑶后来 他如愿变成了冠军军 他的任务就是教育 就是当时最好 教育的感觉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可能只有点事情 很相信 因为我们会想到这跟宋朝的水浒传很像 108条好汉 对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 梁山好汉被赵安的水浒传情节居然真实上演 后来连鸿门宴的情节也活生生地被搬了出来 就趁邀请这个孙美瑶 到藻庄的中兴煤矿设宴 来这个团带孙美瑶 来啊 把菜打开 打开 趁着这一个孙美瑶已经松懈 没有警备 他带了一个贴身 跟这两个团长 那这两个团长就借故走出房间 那这时候张培荣就大喊说 讲孙美瑶拿下 那这个贴身啊 马兵啊 就赶快抽枪 结果就被张培荣的这个部将杀死 那孙美瑶就这样子 束手背起 孙美瑶 我给你准备的菜不错啊 你今天死定了 嗯 俗尽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孙美瑶 孙美瑶 你也姓南行 北姓南侃 勾一家南方乱党拖着盘 碰面抓你至罪 你今天死定了 被勤了以后啊 被拉到宴会师的门口 还在孙美瑶 还破口大骂说 这一个你怎样怎样怎样 大喊这个 郭七才跟周天松要来救命啊 可是啊 这两个人啊 已经被收买了 因为当场啊 就被战 这个孙美瑶就被 就地斩死了 结束了孙美瑶的一生 由于政府处理这起 挟持事件的做法 太匪夷所思 引起山东河南一带土匪 跃跃欲试 纷纷要效法 孙美瑶绑架洋票 成为凌晨第二 最后呢闹到曹昏的总统 这个旧纸大帝 是没有任何外国大帝出席 哇 这个真是糗啊 以当时的态势来说 等于各国不承认你这总统 所以曹昏那个 后来很快速的下台 也跟这件事情 因此 临城劫车案的解决方式 对各地土匪的猖獗活动 起了推波助来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群体追 有精神主任 来了 快来两立 LS 深呼吸 让向良直出脑门 打起精神 向前进 LS 决定有精神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东森财经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冒鼻子不通 睡不好 怎么办 欧制鼻喷剂 轻轻一喷 直接作用在鼻塞部位 五分钟 疏解鼻塞 不含泪固醇 睡得好 精神好 欧制鼻 五分钟 疏解鼻塞 这不是鼻子过敏用的吗 不止哦 感冒鼻塞 欧制鼻也有效 即刻救援 动作大导 最杀战手 强势回归 Let the real heart begin 三月二十 全面逃杀 东元云端智慧空调 LV系列全新上市 四月底前 想好理四选一 TECO 维持灵活的行动力 我用MOOFREE 全新升级葡萄糖胺软骨速定 还有全新葡萄糖胺 含量多33% 你永远不知道 每次下单的背后 我们坚持为您做得更多 我们的团队永远为您提供 但是还是会痛 宋教人虽然流血不多 可是却十分痛苦 在病床上身影辗转 其苦之情惨不忍睹 那后来取出子丹之后 宋教人伤势并没有 就是复原得非常好 然后他就奄奄一喜 所以他们就又在那边 才会决定说 好 我们要为他再进行第二次的手术 到了凌晨两点 院方在召集外科医生 共五个人开第二次的刀 把肠子缝补清洗 取出食物以及污血 然后缝合伤口 住院急救期间 宋教人几度昏厥 不过神志还算清楚 气弱尤思不断地说 我为调和南北市费尽心力 造谣者及一般人民不知原委 美多误解 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意何悔 那这个子弹上面是不是有毒药 倒是没有很清楚地在这里提到 那没办法那是签 签白就有毒 所以他们是后来没有办法 去医治他 中枪的两天后 也就是3月22号清晨 宋教人病情急转直下 突然双手发冷 眼睛往上掉 但此时他还说着 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 一致对外 一直撑到早上4点钟 宋教人已经不能说话 只能以暗淡的眼神环顾四周 标情显得相当依依不舍 黄兴 余又任 陈其美等人 都围绕在病榻旁 宋教人断气是在3月22日清晨4点 隔天3月23号下午3点大炼 当初如果宋教人没死 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今天的局面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大家 向宋教人先生 鞠躬 指安 如果宋教人不死的话 中日之间可能没有真正名战 也就是说台湾可能反而不会回到中国 因为日本可能不会挑衅中国 也不会在中国挑衅人 也就是说如果宋教人不死的话 搞不好台湾就永远属于日本 这当时比较夸张的比喻 但如果我们分析以后的脉络 有可能 在台湾所谓的总统制 到目前为止是 只要拿一个党派 拿这个赢得这个总统大选以后 它是立 不管是在行政权 在司法权 在监察权 在考试权 完全这一党派可以掌握 除了在立法权 如果它是没有过半 像陈水扁 朝小 朝小也大 当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制裁 可是立法权 虽然是可以制裁 但是很多的行政权 还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贯彻 因此还有这个陈水扁 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任命这个两万多个官员 甚至最后还因为有第二次金融改革 犯上了这个贪污案 这个都是总统权力太大 立法权无法制衡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教人 推动所谓的责任内阁制 推动政党内阁制 就是要一党来负责 所有国家的政务的推动 这样才符合西方的这个政党内阁的这样的精神 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人 为什么要杀他 这是一个争论了一百多年的悬案 也是民国初年的第一大案 这桩几乎可以确定是政治谋杀的案件 幕后最大的嫌疑人有两个 一个是袁世凯 另一个说出来你可能会下一票 国父孙中山 宋教人遇刺之后不久 凶手武士英就暴毙在监狱 而其他的相关涉案人也陆续的离奇身亡 坊间流传整起事件 是袁世凯为了灭口而受益的 因此多年来 人们都认为 袁世凯是幕后真凶 但是这样的历史刻板印象 恐怕也被颠覆了 首先宋教人是革命党阵营当中 最能够跟袁世凯合作的人 袁世凯需要宋教人 没有理由杀了他 再说袁世凯曾经给宋教人 20万大洋 相当于现在上议员的金额 来支持宋教人竞选 袁世凯希望宋教人可以当隔魁 这样袁世凯就可以获得 国民党的支持 所以没有必要派人暗杀宋教人 那么如果不是袁世凯受益暗杀 又为什么会有人怀疑 是国父孙文呢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腰红的报道 宋教人遇刺案发生后举国震惊 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要求重金悬赏 重赏之下果然有勇服 凶手是谁 已经查明 此人叫五十英 原来是云南军方的一个营长 裁军后流浪到江苏地界 当时宋教人就被杀了以后 这两个学生看到报警以后 觉得很奇怪 跟这个五十英好像有一点雷同 而且知道说他有说要去杀人 可能会获得一些财物的资源 因此看到报纸就赶快去告密 那当时陈欣伟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就也是向当时的租借的巡捕房 去选举这个事情 然后就在旅社去搜查这个五十英 知道了开枪的凶手就是五十英之后 再往上追 又追出了教苏的应贵心 现在有人指控应贵心 应勋察长为宋教人遇刺一案的嫌疑人 这不可能的事 后来又过了一天 有一个古董商人叫王阿发的 他又跑去报案 他说他有线索 王阿发 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到我店里来 让我刺杀宋教人现场 那个人就问他说 如果我给你钱 你愿不愿意去替我刺杀 照片中的这个人 许已事成之后 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 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 从没杀过人 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 那他也是看到报纸之后 他才发现 那天那个人找他要杀的人 就是宋教人 那么这个李贵新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人 要说起来 这个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 他既是青帮大佬 又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 但谁会想到 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人的主要嫌疑人 英国寻补房 在湖北路 迎春方三路 妓女李贵玉处 将嫌犯抓换 谁啊 应奎成 租借寻补随后又前往应贵新家庄搜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竟然查出了应贵新 与北京国务院秘书 洪术祖逆电频繁往来 并且有毁宋仇勋字样 搜出了一把手枪 并且拿到了他们顶头上司 洪术祖与北京的赵北军 联络用的密码本 来 你们看 由此可以逐步判定 宋教人的遇刺 与应贵新 洪术祖 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件物证到手后 众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就知道说应贵城跟五四星之间 有某种的交通联络的关联 所以就再去寻线 去抓到这个应贵城 从应贵城的身上 又追到了是跟洪术祖 那洪术祖是谁呢 洪术祖是袁世凯的六姨太的亲戚 你说 你说他当年是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原来背后指使人 还有跟他的经费来源 实际是出自于北京国务院 内务部的一位秘书 叫做洪术祖的 这样子的一个秘书 说到这里 宋教人遇刺案似乎已经可以宣布破案 凶手是五四英 背后指使的人是应贵心 洪术祖为共犯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洪术祖本身又是赵炳君的秘书 那这样一关联下来就是 怎么会牵扯到这个国务院的人 涉案人的层级越来越高 连国务院总理赵炳君 也成了众矢之地 在带应贵心那边 超出了大批的原始文件 跟这个应贵心 还有赵炳君 还有洪术祖 之间的来往的信函跟电文 检查导 控方提醒 按照密码发送 并要求回文 同意 这是电文 这个是密码 按这个密码发出去 赵炳君是不是指挥洪术祖 这里其实是两线 为什么 因为洪术祖是透过赵炳君 向大总统汇报 可是最后的状态就是 洪术祖直接去找这个原始坎 大总统没有再透过赵炳君 所以我认为赵炳君呢 他对这件事情是有听到风声 但是他不知道的风声 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谁让洪术祖投资 检查导 这就是说 这是一份已经发出过的电稿 接受人的地址是哪里 中华民国国务院 接受人 国务总理 赵炳君 赵炳君总理 成为本案的嫌疑人 赵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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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炳君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重要部署 那么案情会继续向上发展吗 袁世凯会是真正幕后主谋吗 所以说到底洪术祖是不是有得到 袁世凯的密令 还是赵炳君的电文的指示 还是自己瞎掰 自己为了要表公 说我可以 因为透过六姨太太这样的关系 我可以得到袁世凯的指示 这个就没办法追查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 出现了一个相当戏剧性的转折 相关涉案人 一一离奇死亡 看我们看到这个嫌犯 吴世音 后来就被毒死在狱中 为了杀人灭恐 把毒药放入馒头 送进监狱给他 吃了之后 毒死 然后相关的人 包括像洪术祖 他就在上海被判处死刑 然后他的死刑 是民国第一宗用绞刑处死的 那因为他们说洪少祖很胖 所以绞刑我们知道就是上吊 所以他因为太胖 他被吊起来之后 他的脖子没有办法支撑他 肥胖的身躯 所以他其实是脖子断掉而死的 所以他并不是弃绝身亡 这个殷贵新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1914年的1月 殷贵新出狱 出狱后 他到北京 去向袁世凯索取这个酬劳 就被人追杀 最后逃到天津的火车上 也被刺杀身亡 等于说都是离奇的死亡 那在天津的赵品军 也曾经为了这个硬贵生在抱怨 不久在家中也突然死亡 老爷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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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爷 你又可以知道说 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 说它就是 我可以依法往上报的 很多人是想要去灭口的 想利用宋教人案 搞垮治安 搞垮政府 然后再搞掉我 我不能由着他们 这个可以反映得出来说 为什么孙文在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生气 原始肯是个可救可心的人 咱们呢 持把劲 当把他 他就会逐旧不新 多少也会变成个新人了 我错了 我错了 甚至黄兴啊 在这个宋教人过世的时候 他还写了一首晚言 对不对 前年是谁 去年是谁 今年又是杀了谁 然后你说是谁 他说是谁 我说是谁 他就通通把这些 联名带姓说出来 那说出来的名字是谁 就是原始肯 宋教人遇刺案 就像是一道神秘的魔咒 令所有人无法逃脱 而这些离奇事件的背后 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这些离奇事件与利益暗流 与利益平冷气 销售第一 安全超牢固 科技假法 魔法不污 即刻救援动作大导 最杀参手强势回归 Let the real heart begin 3月20 全面逃杀 Volvo V60 优雅设计 充沛马力 绝佳友好 最好不止如此 瑞典人潮 自动化科技 顶尖工艺 Drive E动力科技 为你的需求 琢磨每一个细节 Volvo V60 最好没有极限 入驻最好的运动旅行车 V60限量低头款低月付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东森财经新闻 我腰快断了 我想试 好酸哦 力道很够哦 平常按不到的地方 都按到了 一按就有感觉 你看 大腿也能按耶 腰臀腿都到位 真划算 众人推荐 你一定要试 O-S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不过资格 你还不过资格 陶正正 你要做反革命 对抗军政服吗 你也配说老子是反革命 我告诉你 今天 就是孙文本人站在这儿 也没有这个道理 你也配说老子是反革命 你也配说老子是反革命 我告诉你 但会不会自己同志 杀害自己同志 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呢 不知道 你也不能说没有 陶成章过去 难道不就是同志吗 对不对 那同样都是为 为这个革命而努力的同志 后来陈其美 还是叫蒋介石去暗杀陶成章 那陈其美 孙中山 他们都有暗杀这个敌人 政治 这是这一个 有暗杀政治对手的 这样的一个嫌疑 所以说 就有人说 搞不好 孙中山 陈其美 觉得这个宋教人 锋芒毙露 已经把整个国民党的资源 都揽华了 未来可能成为这个 国民党最有权势的人 那以孙中山 还有陈其美之流 他们可能深怕 他们的权势 以后 可能就 被宋教人所掩盖过 或者权力被他所掌握 反而成为二流三流的 因此 是不是心中 狭悦 或者心中有忌 才会找 杀 这一个宋教人 这个都是 有人在这样的怀疑 现在看起来 宋教人似乎里外不是人 他的死 跟国民党 以子弹发难的传统有关 也跟原浅海政府的专制本色主观 那么 宋教人的主张 到底有多超前 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呢 孙先生辞职之前 已促使中华民国民事约法通过 他就打好了基础 换个总统决定不了民国的命运 政党政治才是根本 我们让出的不过是一个虚备 只要我们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 政党内阁则已绝建 政党内阁制思想 是想制衡总统总统总统 总统不过是个摆设 是个象征 阿猫阿狗 谁干也无所谓 因此 我们要回党造党 将原先那个松散的 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 改组成为真正的民国第一大政党 国民党 宋教人的内阁制思想 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宪政理念 是想制衡总统 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而宋教人成立新的国民党 就是为了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 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 有人说宋教人在国民党 最风雨飘摇的时候 选择当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也惊人的类似 一百多年后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如果朱立伦要在历史上的让头 成为这一个所谓推动责任内阁制 我觉得并不是要大幅的修宪 而是小幅的修宪 只要把这一个所谓的内阁的 行政院长的同意权 以及国会议员兼部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宪法修正案 把它修正好 其他的就不用动太大的 把它完全定为内阁制 我觉得这个是朱立伦可以尝试做的 因此朱立伦要在历史上的让头 成就宋教人未尽之功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计算 台湾的这个政治 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治 才能长治久安 而且朱立伦也不会有 所谓的宋教人第二的 这样的一个遗憾 他为了是整个中华民国 历史上的一个定论 为了历史上的一个长治久安 而不会产生宋教人被刺杀 他的这个锋芒毕露的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罪过 一百多年前 宋教人的坚持 却让他成为悲剧英雄 一百多年后 我们重读宋教人 不只聚焦遇刺案的真相 也希望能找到 两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 给台湾的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化登场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点亮星光 激发无数可能 启发无限灵感 凝聚你我力量 深耕亚洲的星展银行 点亮星光 绽放精彩 您会点亮什么光芒 星展人民币定存 3.5% 上网搜寻 3.5% 搭配远传全新4G OPPO N3 只要4990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东森财经新闻 本月入处CRV 吉祥高额零利率 再享5年全车延长保固 全车系零利率优惠 同步实施中 你们这群流氓 想通过虎牢关 储备践踏过我的BODY 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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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大根 搞怪开打 来请践踏过抵运BODY吧 集中吧 绿布 带走 Coca-Yi 开闹 …… 是 正在 ct 简直 当你永远分享 那么一个街角 是装不下的 他会满意出来 传染给人们 相信自己 你肯定值得肯定 好车 这么多车 先靠插油销火车 欢迎你来自车 控八公公 控三八 三三八 欢迎回来 接下来要继续为您讲述 民活初年一起惊天动地的奇案 发生在民活12年5月的 山东凌晨县 发生了一起火车旅客 遭到绑架的案件 而这也是继义和团事件之后 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案发当天竟然有上达 一千多名的绑匪大搞鬼 破坏了铁路 让一列由江苏开往天津的 特快列车出轨了 除了掠夺财物 当你失去一切 你以为平凡是生命 当你曾经拥有绝世武功 你知道力量是武器 而当你亲手结束挚爱的生命 你明白 再也没有救赎 天龙八步 3D 西雅图双倍乳香拿铁 极细研磨的咖啡灵魂 注入优质脱脂奶粉的内涵 不在咖啡馆 也能品味 经典在线 全系列商品买一送一 只在7-11 Very Cute 4月1日 台北版几百货盛大开幕 现代启示录 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昕彤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民国二年3月20号 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三号人物的宋教人 从上海动身准备前往北京 他以国民党代理党魁的身份 在选举之后 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隔魁 不料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当宋教人走到车站入口的检票处 刚伸手去拿收票员检过的车票 现场突然出现了一声枪响 接着宋教人就用手摸着他的腰 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 说实迟那十块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军装矮个子的人 从人群当中不顾一切的逃算 而这一百多年来 对于宋教人为何被刺杀各有说法 那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积极推动宋教人主张的责任内阁制 又将会面临到哪些历史的因果呢 接下来由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瑶红 要带您重回上海火车站 还原今天动地的那两天 宋教人基本上在历史课本里面 出现的篇幅很小 那通常我们觉得他是打降楼的角色 可是如果你深入去了解这个人 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重要 他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筹建人 他是一个行动理论家 他有野心而且有理论基礎的一个组织家 而且很年轻 31岁 少年气盛 当时宋教人就是在一个 国家情势种子的时候 准备要上位 所以当时宋教人 刚好就是当时 南方革命党的希望之所事 他被认为是有可能长时间 跟原宋教人是来合作执政的一个男同胎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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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宋教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的死真的是 这个民主发展上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跟损失 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 能够推动他的这个内阁制成功的话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北洋军队 或者是后来的国共的内战 民国二年3月22号 宋教人死后 党政要员请人为宋教人的遗体拍了两张照片 一张拍裸身的 一张拍西装礼服 流传这两张的一个照片 一张做证据用 一张是尊重他 让他这个一路可以好走 宋教人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人物 算起来他是第三把手 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濒临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里面 你要让他好走 就是让他穿得正式 那么在这些照片拍摄的前两天 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怎么重担的呢 苦撑的这两天又发生什么事呢 民国二年3月20号 宋教人从上海动身要前往北京 这时候全国各省的参众两院议员 已经选出来了 国会议员陆续北上 宋教人以国民党代理党魁的身份 大选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 按照这种形式 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格魁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 他就是正准备要到北京去见当时在中国 就是其实是最有权力 然后最具影响力 并且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袁世凯 对 那他就在上海火车站 那一天是晚上 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人都来化碟 这时候车站已经有专门为国会议员 使用的贵宾接待室 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 10点40分吴仲华来通知 请宋教人上车 一行人动身前往月台 吴仲华走在最前面 后面依次是黄兴 宋教人 廖仲凯等 大队人马鱼贯而行 宋先生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请问孙中山贤可知道吗 当然 最近他在日本的演说中 也一再提到要组织责任内阁 宋先生容认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这次北上组织内阁 前面有何事正纲领 总而言之无非是两条 拥护南北统一实行政党政治 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富强的道路 不过那天很奇怪 就是上海这样子一个大火车站 平常应该有很多巡警 可是那一天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巡警 那正要进检票走的时候 突然就窜出了一个瘦小的女生 那她扛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那她就过不了那个检票口月台 她就要求宋教人跟当时跟她讲话的黄欣 这些人说可不可以帮帮她 那宋教人旁边有保镖嘛 她就示意保镖去帮助她搬行 就在这一刹那就有三声的枪响 救人 救人 就这样子打到了这个宋教人 宋教人就流血不止 应身而倒 李又任这时候非常镇定地说 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 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 我去找车子 她枪伤她以后呢 这个她就被送到医院去进行急救 那整个伤势是非常重 到了医院宋教人这时候 神志还很清楚 传叙叙地说 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 经以三世奉告 我所有的藏书 在我死后就帮我寄 就送给南京的图书馆 那另外她家中劳母 因为她家其实没有很有钱 家中劳母上站 所以请朋友要带我照顾 最后一个就是 她认为她心心念念的 议会政治还没有到达 真正实行的阶段 也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 那叫同志们 不要再挂念她得而生死 然后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当时黄兴 余又任等人 把送教人送到 布宁铁路医院的时候 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保住她的性命 是 你们求你的医生 院方请了格尔本医师 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检视 认为伤势很严重 必须开刀才有望救活 为了争取时间 在12点30分 送入手术室开刀 紧急开刀 好像伤势有稍微遏止了 稍微这个 欢迎回来 谁杀了送教人 要探究真相 就必须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分析 送教人在北京 联合了五个革命团体 组成了国民党 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袖 而孙文组织的同盟会被解散 等同于被架空 被迫宣布退出了政坛 另外孙文还有个心狠手辣 谋刺陶成章等同党同志出名的 陈其美 更加增添了孙文涉案的色彩 而上海是陈其美的大本营 送教人被刺在上海 破案在上海 审判也在上海 破案出奇的迅速 嫌犯还离奇的一一死亡 种种的迹象 让许多的史学家坚信 幕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更只指凶手就是国民党人士所为 请看以下的报道 避上梁山了 进行二次革命 推翻他永远 孙中山 清兵讨伐袁世凯 也是一个错误 所以中华民国的这个初期的整个 政治的纷扰 就是在一错再错的情况下 所产生的 孙文等人认为是袁世凯为了付辟 教唆杀害宋教人 又把黑手伸进司法 让整个案子无法水落石出 因此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笼笼炮声 仿佛就是革命党人为宋教人复仇的怒吼 却也无情地粉碎了宋教人的宪政理念 结束了辛亥革命后短暂的民主共和 将中国带入另一个独裁与内战的轮替之中 南方的这个政权里面 孙文他根本没有部队 没有金钱 他很难打这个 袁世凯已经准备好了 钱 人 武器 各方面都已经有了 所以国民党孙中山这一盘就大败 1913年9月12日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 袁世凯以犯国罪 悬赏通缉革命党人 这些兵力不够 钱不够 势必就是打败仗 只好再讨论 孙中山就在广东紧急搭船 就赶快匆匆又回到 就跑到日本神户了 疑似有毒的子弹 结束了宋教人年轻的生命 但是谁杀了宋教人的疑问 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 幕后黑手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检视 在很长的时间里 证据确凿的最大嫌疑人袁世凯 到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 那为什么可能不是袁世凯呢 一就是宋教人这个人 他很喜欢 他是个 我们说他是个议会迷 所以他想要用议会政治的手段 去得到实权 那袁世凯他当时 其实并没有恼怒宋教人 到极致到非杀他不可的情况 反而他觉得宋教人是 临时政府里面 就是同盟会后来转为国民党 他反而觉得这一脉人马里面 宋教人是唯一可以跟他好好对谈的 因为当时的孙中山认为 你跟袁世凯谈法律 谈什么共和根本是狗屁不动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袁世凯他在北京 那一天宋教人本来就要搭火车去北京 所以袁世凯他要下手的话 在北京下手其实是更好的 我也要是想杀顿初直接杀就是 可是 可是 不然等他来到北京 我随便按个罪名也就杀了 但是 杀人之道多的是 我 我这是何必呢 我发个电报叫他来北京 又在他将行未行的时候杀他 我这不是受人一禀吗 所以时间点上面来讲 不应该是在这个时间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宋教人本身也不认为是 袁世凯派人杀他的 所以在他的遗言里面 这个遗言是陈其敏记录的 因为他那时候重伤 他遗言里面 他还是希望说 袁世凯能够开工故城 能够广纳建民 却来提 袁世凯有一些 他的政治上的遗愿 那从这里来看 我相信 宋教人应该不会想到说 可能是袁世凯派人要去杀他的 更惊人的推论是这么抽丝剥茧的 曾经慷慨激昂 与宋教人有着革命情感的同志孙文 在怀疑者的分析下 显得疑点重重 那宋教人也曾经批评过这个孙文 认为说孙文是很有野心的 很跋扈的 革命胜利后 宋教人在国民党内 让孙文几乎处于被架空 被虚伪的尴尬处境 宋教人又坚持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 实行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 和平竞争等理念 无形中 让以孙文 陈其美等人为首的 激进革命派人士 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 权力真空状态 对于这个孙文来说 宋教人反而就是 最可怕的党内竞争者 孙文在宋教人死了之后 党内就没有实力派 可以挑战他在政治体制 运作上面冰到什么 所以他要来写建国大纲 建国方列 中华人的建国 他一任完美 没有理论家 第二个 给了他反援导言 一个最好的踏角石 都不用再找理论 而且有正当性跟正义 第三个 少掉了一个未来 在建国方面 理念上的问题 不管在组织上 在具体现实上 还是在理念上 他都很难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 始终有人怀疑 至少说是乐观其次 可不可能就是 国民党这里 也出现了一个情况 是类似像袁世凯人 袁世凯人 那种情况一样 袁世凯也许不想杀宋教人 可是袁世凯旁边的人 去揣摩上意 想杀宋教人 那同样的国民党这边 是不是也有 像孙文 他可能是可以接受 这个宋教人的 可是旁边的人 可能看不下去 要为孙文出这一口气 或者是预备 为他除去这样的一个障碍 难道 因此引发了 喜欢暗杀又有黑道背景的 陈其美 痛下毒手呢 凶手啊 印葵心啊 他有青帮色彩 那因为孙中山 他曾经担任 鸿门的刨棍 等于说是大哥级的 所以说这个印葵心 有这样的帮派色彩 跟孙中山会有互动 而且还曾经担任过 陈其美在上海 当都督的时候的 谍报科长 还有总统府的素务科长 等于说 印贵心 他是有陈其美跟孙中山 这个属下的 这样的一个色彩的 那跟孙文旁边 最近的人是谁 就是陈其美 那陈其美当时 在上海的这个势力 是非常庞大的 整个上海 其实他就是像皇帝一样 只要他 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主位 本人谨代表 江淮工商界 和南洋第九镇 革命军将士 推举陈其美先生 为护军都督 统领上海军政 给 отлич身边是者 tech Before doing it's taking our whole 将士 这很废嗎 都连着 你都西小匀 最疼是 你都充 лич的 是